民间故事 女子山顶喝酒 被雷劈身亡 不料倒是说 院中挖口井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北宋井的年间 得江镇向北石屋里有个李家庄 村子不大 住着十八户人家 过着简单而宁静的农耕生活 然而 在这一年秋天 村中发生了一件歧视 让平静的李家庄变得沸沸扬扬 成为了当时人们 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 世纪要从村西头李德水身上说起 她有一女 名叫翠莲 母亲因病去世后 与她相依为命 妇女二人靠着家里的二母柏田度日 日子过得很艰难 翠莲年方十八 美貌如花 是十里八乡的俏美人 她的一颦一笑 都能引起周围人的关注 上门求亲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李德水尊重翠莲的选择 让她自己对婚事做主 从不逼迫她 翠莲感念父亲的不义 不想过早出嫁 所以婚事迟迟没有定下 这天 翠莲正在做饭 突然听到父亲的剧烈咳嗽声 她眉头紧皱 感觉事情不对劲 快速从厨房跑了出来 眼前的一幕让翠莲很是慌张 只见李德水趴在院中 地上一摊血 翠莲吓得脸色苍白 急忙跑过去扶起父亲 大声呼喊着 爹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啊 李德水脸色苍白 气息微弱 她艰难地睁开眼睛 看着翠莲 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莲儿 别怕 我没事 翠莲累水连连 她知道父亲一定是生病了 而且病情不轻 她急忙将李德水扶到屋里 安慰道 爹 你休息一下 我去请郎中 李德水却摇了摇头 她拉着翠莲的手 语气虚弱但坚定 莲儿 不用了 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 这是多年的老毛病了 治不好的 翠莲听后心如刀脚 她知道父亲一直隐瞒着自己的病情 不想让她担心 她紧紧握住父亲的手 戏不成声 爹 你一定要坚持住 不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的 翠莲就要出门寻医 李德水再次剧烈咳嗽起来 喘着粗气说道 翠莲 我 我不行了 我走以后 你 你要 小心邻村的留闻啊 说着 李德水脑袋一弯 没了气息 爹 翠莲见状 一边摇晃 一边大喊 奈何李德水没有任何反应 就这样 父女阴阳相隔了 令翠莲不解的是 为何父亲要让她小心留闻呀 留闻父母双亡 她一边种地 一边念书 是要考取功名 一直在追求翠莲 然而 眼前的悲痛让她无暇思考 翠莲强忍悲痛 开始张罗起父亲的葬礼 她请来了村里的老人帮忙 一起为父亲准备了一场 庄重的葬礼 在料理完父亲的后事 翠莲回到家中 看着空荡荡的家 翠莲心中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孤寂和凄凉 她想起了父亲生前的嘱托 要她小心邻村的刘文 然而 父亲已经去世 他再也无法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解释 三天后 翠莲正在家中休息 刘文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到翠莲 安慰道 翠莲妹妹 前一段时间我外出学习 回来得知伯父去世的消息 就赶来看你了 你要节哀呀 翠莲感激地看着刘文 点了点头 轻声说道 谢谢你 刘文 我已经好多了 两人相视而坐 沉默了一会儿 刘文突然说道 翠莲妹妹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想照顾你一辈子 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 翠莲听到这里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她想起了父亲生前的嘱托 要她小心刘文 然而眼前的刘文看起来真诚而善良 她不忍心拒绝她 翠莲深吸一口气 看着刘文的眼睛 说道 刘文 我父亲刚去世 我哪有心情说这事 以后再说吧 刘文听后 尴尬一笑 在和翠莲聊了不久后 便托词离去了 时间如白局过戏 转眼间半年过去了 这期间 刘文经常来看望翠莲 使翠莲原本紧绷的戒备心 慢慢放了下来 在花灯节这天 刘文邀请翠莲一起去赏花灯 翠莲高兴地答应了 殊不知这个决定 让翠莲很是后悔 这天吃过晚饭 刘文来到翠莲家中 两人一起高高兴兴地朝街上走去 走到半途 突然刘文从身后抱住翠莲 一手刀将翠莲击晕了过去 当翠莲醒来时 发现在一个不至精致的房间里 屋里传来阵阵清香 她站起身来 原本准备打开房门 查看是什么情况 突然听到说话声 翠莲赶紧停了下来 戏听之下 翠莲才知道 她已经被刘文卖了 这买主是一个张才主的儿子 名叫张彪 这刘文表面上是一副翩翩君子 读书人的形象 实际上背地里吃喝嫖赌 啥都干 翠莲父亲之所以让她小心刘文 是因为她曾意外见过刘文出入赌方 所以才让翠莲不要与刘文交往 这次刘文赌输了钱 便动了歪脑筋 将翠莲卖给张彪抵债 翠莲听后是既气又怒 她心中焦急 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翠莲四处张望 寻找逃脱的机会 她发现窗户是开着的 于是悄悄地走到窗边 准备跳窗逃跑 然而 就在这时 门突然被撞开了 张彪走了进来 张彪是一个肥头大耳 满脸横肉的男人 她一脸吟笑地看着翠莲 说道 小娘子 你终于醒了 你放心 我会好好带你的 翠莲洋装害怕道 这是哪里 我怎么在这里 张彪黑黑一笑 将刘文把他卖给自己 抵债的事说了一遍 翠莲听后 皱着眉头 说道 没想到刘文竟是这样的人 我真是看走眼了 张公子 我愿意嫁给你 只是我现在好饿呀 能给我弄点吃的吗 张彪一听翠莲愿意嫁给他 顿时心花怒放 连忙吩咐下人准备丰盛的韭菜 他坐在翠莲身边 不住地打量着他 翠莲心中厌恶 但表面上却装作柔顺的样子 暗中却在寻找逃脱的机会 韭菜很快上桌 张彪不停地劝翠莲喝酒吃菜 翠莲也顺水推舟 装作很高兴的样子 然而 他并没有吃多少东西 只是不停地喝酒 试图把张彪灌醉 张彪看到翠莲如此配合 心中更加得意 他开始对翠莲动手动脚 翠莲心中恶心 但表面上却不敢表现出来 他知道自己必须忍耐 等待逃脱的机会 就在张彪准备进一步侵犯翠莲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张彪皱了皱眉 不情愿地起身去开门 公子 老爷叫你去书房一趟 下人说道 什么事呀 张彪问道 下人耸了耸肩 表示不知情 张彪回到屋 对翠莲说道 翠莲妹妹 我出去一趟 你先吃酒 一会回来我好好疼你 说完 张彪转身出了门 翠莲见张彪走远后 他悄悄从窗户跳下 穿过后门 逃出了张彪的宅子 他环顾四周 发现很是陌生 翠莲不敢停歇 只能不停地奔跑起来 不知道跑了多久 翠莲两腿发软 来到一处密林 他无助地摊坐下来 回想起刘文对他的甜言蜜语 翠莲感觉自己好傻 竟然被他哄骗 还妄想给他生孩子 这游文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披着羊皮的狼啊 就在翠莲歇息之际 他忽然听到婴儿的哭泣声 听到这里 翠莲眉头紧皱 感觉事情不对劲 心想 这荒娇野岭的 怎会有婴儿的啼哭声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翠莲顺着声音找了过去 不大会 当他转过一棵大树后 看到了一个盖着布的篮子 婴儿的啼哭声 就是从篮子中传来的 翠莲快步走上前 轻轻掀开篮子上的布 露出了一个婴儿 正在哇哇大哭 身上爬满了蚂蚁 哎呀 孩子母亲真是狠心 竟然将婴儿遗弃了 翠莲心中嘀咕道 同时她快速蹲下身子 把婴儿身上的蚂蚁清理后 将婴儿抱了起来 就在这时 翠莲注意到 婴儿身下留有一封书信 翠莲打开后 才了解情况 原来这孩子的母亲 被一个渣男哄骗 未婚先孕 生下孩子 令孩子母亲没想到的是 那渣男竟然不告而别 消失了 孩子母亲没办法 瞒着家人 将孩子一气到这里 希望有好心人能收留 看完书信 翠莲心中五味杂陈 不禁对之人之面不知心 这句俗语 有了更深的理解 翠莲看着婴儿 心中涌起了保护欲 决定给她一个家 打定主意后 翠莲抱起婴儿 继续朝家走去 走在路上 婴儿饿得哇哇大哭 这可难为坏了 她这个未出阁的大姑娘 哎哟 小祖宗 你别哭了 我这就给你找吃的啊 翠莲焦急的安慰婴儿道 说着 翠莲看到前面不远有个村庄 她快速走了过去 很快 翠莲来到村里 经过询问得知 这里离她家有上百里远 听到这里翠莲蒙圈了 这刘文真是可恶呀 竟然把她打晕后 迈到这么远的地方 她回去后定不饶了她 不过眼下 怀中的婴儿欺恶难耐 先给她找吃的药剂 于是她焦急的询问道 大娘 能给孩子弄点吃的不 这孩子是我在路上剪的 说着翠莲将捡到孩子的事 捡要的说了一遍 大娘听后 微微一愣 接着微笑道 姑娘 你一个未结婚的黄花大闺女 带个孩子也不容易 我给你出个注意 你看怎么样 翠莲疑惑的看着老大娘 大娘继续道 我们村有个王源外 和夫人结婚多年 一直无子 他们家庭优越 倘若你把这孩子让他们抚养 既能给这孩子一个优越的生活环境 也能了却你的一桩心事 不知姑娘印下如何 翠莲听后陷入了沉思 她看了看怀中的婴儿 心中五味杂陈 她当然想亲自抚养这个孩子 给她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允许她这么做 她一个未婚女子 带着一个孩子 生活将会无比艰难 而如果把这个孩子交给王源外抚养 孩子将会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接受良好的教育 这无疑是对孩子最好的选择 然而 翠莲心中还是充满了纠结和不舍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翠莲终于做出了决定 她抬头看向老大娘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大娘 我决定了 就把这个孩子交给王源外抚养吧 老大娘听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姑娘 走 咱们一起去王源外家 不久之后 大娘带着翠莲和婴儿来到了王源源的府上 王源外和夫人了解完情况后 对翠莲怀中的孩子很是习惯 翠莲姑娘 这孩子你就放心给我们吧 我们定会好好带她 以后你也可经常来探望 她王源外夫人笑着说道 翠莲看着王源外夫妇真诚的眼神 和怀中的婴儿 心中虽然充满了不舍 但她知道这是最好的选择 她轻轻地吻了吻婴儿的额头 将它交给了王源外夫妇 在离开王源外府上的路上 翠莲不禁泪流满面 她心中充满了悲痛和不舍 但她也知道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她希望这个孩子 能够在王源外夫妇的抚养下 健康快乐地成长 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王源外听说了翠莲的遭遇后 给她了一些钱财 并命下人驾着马车 将翠莲送回了村 回家后 翠莲在屋中坐了一会 她就转身离开了家 她有重要的事情没干 怎能休息的安生 她要将刘文告到官府 把她绳之以法 翠莲离开了家 静止前往了县衙 一路上 她的内心充满了愤怒 她要让刘文为她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到了县衙 翠莲击鼓鸣冤 很快 县官便声唐问案 翠莲跪在唐前 将刘文如何诱骗她 又如何将她打晕 卖到远方的恶行 依依述说 县官听后大怒 立刻派人将刘文捉拿归案 不久 刘文被带到了唐上 她看到翠莲时 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但很快便被她掩饰过去 她故作镇定地对县官说 大人 这里翠莲所言纯属诬告 我与她并无任何瓜葛 翠莲冷笑一声 从怀中取出那张刘文写字句 递给了县官 县官接过字句一看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刘文将翠莲卖给张彪为妾的字样 还有她的亲笔签名和画押 县官将字句扔到刘文面前 诺道 你还有何话说 刘文健壮 知道事情已经败露 无法再狡辩 她归在地上连连磕头求饶 大人饶命啊 我是一时鬼迷心窍 才做出这等事来 求大人开恩啊 为了弥补我的过错 我愿意取翠莲为妻 求大人成全 先令听后眉头紧皱 说道 刘文啊刘文 你做出这样的猪狗之事 竟然还妄想取翠莲为妻 你脑子被驴踢了吗 来人哪 将她重打五十大板 然后关入大牢 三日后菜市场斩首失众 以警校游 牙蝇们应声而上 将刘文按倒在地 一顿板子打得她 皮开肉绽 哭爹喊娘 打完之后 牙蝇们便将如同死狗一般的刘文 拖了下去 关进了大牢 翠莲听到这个结果 很是满意 刘文这个恶人终于遭到了报应 转眼间 三日过去了 到了刘文行刑的日子 随着县令行刑的命令下达 刘文的头颅落地 此案落下了帷幕 解决完刘文后 翠莲心中终于松了一口气 同时也告诫自己 不可再随意地相信他人 毕竟人心隔肚皮 知人知面不知心 翠莲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平静 在一个秋日的午后 翠莲心里难过 提着父亲的酒葫芦就上了山 他心里之所以难受 是因为他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银子 却被小偷全部给偷走了 这让他该如何活呀 太难了 翠莲独自走在秋日的山间小路上 金黄的落叶铺满了地面 踩上去沙沙作响 他抬头望去 天空湛蓝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撒在地面上 形成斑驳的光影 然而 他的心情却与着美好的秋景格格不入 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无奈 他想起自己这些日子以来 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银子 竟然被小偷全部给偷走了 这些银子原本是他打算用来补贴家用的 如今却一无所有 这让他感到前路茫茫 不知所措 翠莲一边走着 一边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不久后 翠莲来到山顶 找了块大石板 坐了下来 拿出酒葫芦 咕嘟咕嘟地猛贯几口 酒入愁肠 化作相思泪 翠莲只觉得心中一阵酸楚 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他想起自己曾经的遭遇 想起被刘文欺骗 还有自己好不容易积攒的银子被偷走的事情 一切都让他感到无比的绝望 突然 天空轰隆隆作响 接着开始刮风 翠莲抬头看看 知道这是要下雨了 他并不着急找地方避雨 而是继续坐下来喝酒 他心里难受呀 也没个知心人说说话 好难过 就在这时 一道明亮的闪电划破天际 紧接着雷声震耳欲聋 翠莲被雷声惊醒 他抬头望向天空 只见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仿佛天地之间都在怒吼 他心中一惊 慌忙站起身来 想要找个避雷的地方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道闪电突然劈向他 翠莲只觉得全身一阵麻木 接着便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 同村的村民上山挖药 发现了昏迷的翠莲 将他背回了村里 经过郎中的诊治 翠莲已没了呼吸 村民听后 一阵唏嘘 感慨命运的不公 哎 翠莲这孩子可怜呀 先是母亲去世 再是父亲去世 现在又遇到这样的事 真是让人难过 是啊 是啊 翠莲这孩子心眼还好 见到能帮忙的事 他都会主动帮忙 这好人咋就没好命呢 村民你一嘴 我一嘴地讨论着 就在这时 一位云游的道士经过村里 看到翠莲家中的布置 他走上前 询问道 老乡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哎 道长 一言难尽呀 村里一位大爷开口道 将他迎入屋中 把翠莲的身世 即被雷劈身亡的事说了一遍 道士听完之后 眉头紧锁 沉思片刻后说道 此女身是悲惨 却又心地善良 命运多舛 不过 我关她积善行德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村民们文言 纷纷围拢过来 脸上露出期待之色 他们知道道士不是普通人 或许真的能为翠莲 带来一线希望 道士在查看完翠莲后 纷纷道 苏在院中挖口井 挖井 为什么要挖井 一位年轻的村民疑惑地问道 道士还没回道 一位老大爷踹了年轻村民一脚 说道 道长让挖井就挖井 哪来那么多废话 于是 村民怀着疑惑 很快在翠莲家中挖出一口深井 井挖好后 道长命人将翠莲的身体 放到井口上方 做好这些后 道士在井旁边盘腿坐了下来 接着闭上了眼 道士闭上眼睛后 村民们纷纷围在他周围 屏息一带 秋风萧瑟 落叶在风中飘舞 但这一切似乎都静止了 只有道士的呼吸声 核心跳声在回道 时间仿佛凝固了 村民们焦急地等待着 就在这时 道士突然睁开眼睛 他的眼中闪烁着深邃的光芒 他站了起来 对村民说道 这是一颗回魂丹 我刚炼制的 快给翠莲服下吧 道士不知从什么地方 拿出一颗丹药 逼给村民道 村民见状 赶紧接过丹药 给翠莲服下 这说来也奇怪 原本翠莲蜡黄的脸上 开始渐渐恢复了红润 村民们看到这一幕 无故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他们纷纷议论起来 哎呀 这单药真是神奇啊 是啊 看来道长真是神仙下凡 能救活翠莲 翠莲这回可真是遇到贵人了 道士微微一笑 挥了挥手 示意村民们安静下来 他走到翠莲的身旁 低头观察了一会儿 然后点了点头 对村民们说道 翠莲魂魄已经稳住 但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 你们这段时间要悉心照料他 不要让他受到任何打扰 村民们纷纷点头答应 他们知道这是道士 在交代重要的事情 必须认真对待 他们纷纷表示 一定会按照道士的吩咐 好好照顾翠莲 直到他苏醒过来 道士叮嘱几句后 就要离去 年轻的村民再次疑惑地问道 道长 我还是想知道 为何要让我们在院中挖口井呀 道士微微一笑道 是这样的 之所以挖口井 是因为井中深处的水能带来寒气 保持翠莲的身体不服 因为我需要时间炼制丹药 村民听后 纷纷感谢道士救了翠莲一命 道士微微一笑 转身离去 继续他的云游生涯 在道士的神奇丹药 和村民们的精心照料下 翠莲的身体逐渐恢复了生机 他的脸色变得红润 呼吸也变得平稳有力 虽然他还没有苏醒过来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准是时间问题 三日后 翠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 当阳光洒满大地的时候 翠莲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她看到了熟悉的面孔 和温暖的笑容 就这样 翠莲起死回生了 此时过后 翠莲和村民坚信 善有善报的道理 纷纷开始做善事 在当时形成了很好的风气 半年后 翠莲嫁给了镇上做不装生意的罗昌 福气恩爱 生活幸福 翠莲也将自己的善良和热心肠带到了罗家 她经常帮助镇上的贫困百姓 为他们送去衣物和食物 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后来 在翠莲的帮助下 罗昌的生意越来越好 两小口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